台湖企判遗久的台湾市白河区张庆芳祭奠图书馆 在今天8月15日,行白河运动工程中斌设施 经修冈定,一并吉行完工下土二生 憑公營店口、法院宮、新尊主持、政團、社透店內 由台南市政府、民進局長、江林煌、劉議員、劉議員、劉議員、 台南市委員、削育委、行政委、加南聯合副部中心的劉美山府立行長、 白河副長、董立法副長、民意代表長、貴賓以及民眾進行坐牌儀式 答謝天地身份和機構、讀書館、英文順暢、運動共享受勇順利 白河副長、董立法標示 大家好,今天十一點十五 因為我們張慶芳紀念圖書館,今天是要來社透展破 我們預計8月11號早上要來辦理啟用典禮 那這一個圖書館因為也非常感謝張慶芳的一個子弟 張智玉董事長來捐贈的一億 來給白河來建造這一個圖書館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圖書館將來啟用了之後 也能帶動我們這個白河更加的一個文化氣息 然後因為白河一盒老年人家也比較多 然後藉由這個圖書館 然後辦理一些相關的活動 來活絡地方 然後造就地方 所以非常感恩 謝謝那個張智玉董事長 能來照顧我們鄉親 來捐贈這樣的一個圖書館 謝謝 張智玉紀念的圖書館在一百十年七月完成各項工程前河 並處理使用這條圖書館 我們頂裡八月在一起基行開館開館的 是室來空間照完白河的圖書館 保留兩百塊 靠於三棧樓的建築物 提供民眾警察所需滑滑的空間 我們來從無定時辦理在地的十個電源 讓大家在閱讀之餘 可以欣賞到美麗的藝術作品 提升官來藝文的氣息 以上是大法門新聞版報道